他是一個生命主義 什麼叫生命主義 你看他永遠感覺好像 戴著鴨舌帽 戴著墓鏡 然後穿著披風 就是一個神探 簡單感情 他能夠洞悉別人 要了解他不容易了 為什麼 因為自我引擎 所以他的人際關係 沒有說特別好 為什麼 因為人家 永遠搞不清楚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當然要給天竊作為的記憶 要試圖的能夠表達 然後跟人家分享 讓人家了解你的戀性世界 當然人際關係 因為了解 而能夠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 是有道理的 那當然幾條目標 抓住目標是不放的 所以為什麼叫蝎子 蝎子抓住 蝎子抓住 蝎子說你叫我當男女朋友 他認定你之後 你要甩開他真的很困難 當然蝎子說甩開之後 有招育的手蝎子之後 我想你可能體無萬無 所以要做一點按住 所以不要惹 不要惹他 一陣接血 他在批評人的時候是一陣接血 所以你要懂得心臟他 他講的是實話 因為他觀察入味 你聽起來肯定有點刺耳 所謂的狀態 膩耳 但是他講的是實話 但是我也要提醒天竊作為人 可是我不要講得太直接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各位要注意 還有呢 愛恩分明 大概愛到底 恨的話 恨你入路 所以要注意 身中身 降中身 他們都說 而且他們兩個都同樣是ABC的人 各位很重要 因為10月31 11月12 各位都很清楚 11月12號是國務的什麼 誕辰 很多人把誕辰跟世事紀念族 永遠搞不清楚 你知道他是怎麼心臟 你就會很清楚 3月12號是當世事紀念旅 叫什麼姊 要跟一姊 那你就很清楚 很多東西理解之後 你就永遠不會忘記 因為我有這盤心臟 從節日談保險的情況 任何節日我都能夠幾個保證享受 就是說你去思考之後就有很多空間 很多空間 阿孫東山這樣真的好 那中藝界裡面有不少的 我都聽聽說像桃子這多事啊 那還有那個是誰啊 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很多喔 那個中藝界的奇才 那個胖胖的那個啊 欸 那是什麼偉忠 偉忠 那些都是啊 都是很多 我覺得他們都很優秀 好來 給大家看 那剛好我們要善待選擇 進去的 小組 他們有什麼特質 各位 用心的情意 很重要 鐵鐵護衛 因為他們是最感興趣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子 他覺得你是不是有變啊 要拜訪這樣的客戶 對他 不是隨隨便便 中藍你沒有衝人準備 你給他裝得更是真的一樣 知道嗎 很重要 第二個呢 貨比三家 因為他們喜歡比較的感覺 所以在座各位 遇到這樣的客戶 他可能是你最較好的黨友 但是他還是以下做比較 你知道之後 你要很坦然地面對 這是他的個性 知道嗎 他比較之後 他可能還給你一些建議 因為他不喜歡受騙的感覺 所以在座各位要注意 你當然要有理性的 你賣給他覺得是最適合他的 不是業績最高 不是佣金最好的方便 一定是最適合他的 是最重要的 還有清醒的包裝 自然的融入 各位 賣他保險 一定要讓他覺得說買這張保單 不是為他個人 是為整個家庭 因為他太有家庭的概念 各位 就能夠打動他 很重要 很重要 還有呢 各位 社會責任 無足的功能 從事至空的行列 比例來講 水象星座的比例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他們推幾幾人 人幾幾 人膩幾膩 人膩膩的胸膩 華恩偉大 所以這些都是偉人 當然很有道理 所以你要證明他做保險的一樣 不要光資料 告訴他說 在這邊可以賺得到錢 他覺得賺錢是應該的 我才能夠維持很好的服務品質 所以莫好 黃老師了解 大家了解嗎 各位 很重要 才能夠維持很好的服務品質 對不對 然後告訴他說 從你做保險的這個課台 可以成就自己 跟自己自相關鍵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各位 可以幫助更多不幸的家庭 各位 他就能夠接受 哇 做這件事情 太有意義的 各位很重要 那當然隨向金座的理財官是什麼呢 給我們看一下稅務規劃 稅務規劃很重要 所以談到保險 稅務規劃 當然各個都適合 但是隨向金座 你絕對不要忘了 跟他提醒這個 遺產水證 水證 分散風險 還有長期固域 還有中資獸險 這些都蠻適合他們的 那基金的部分呢 保本型的基金很適合 還有貴金屬 還有金錢球科技金 還有上貴股票型的基金 這些都很適合他們 在講義裡面都有 那我馬上 因為時間很有效 我馬上進入 馬上 這個我大概做簡單整理 十二星做了理財官 有這些 叫我個別來談 水象 水象風象等等他都有 你的DM裡面都有 講義裡面有 這個就不談 那我馬上要進入 學行了 學行了 我們趕一下時間 其實我們那個記憶方法 因為我們談的時間比較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我在研究寫情的星座 其實很多人研究後來都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忘記了 這我懂 他就忘記了 誒誒 是我的 就是他是忘記了 所以很可惜 所以我才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他就能告訴你怎麼是記憶 而且你會是延伸 你這種東西 記憶的辦法都是這樣子 你的學習就一樣好 那我就馬上進入寫信 寫信 其實他也很好的 星座的部分 是你的出生的日期 那寫信的部分呢 跟你遺傳是有關的 你互母什麼寫信 你是為什麼寫信 當然有些意外 我等一下會談到 那所以今天 當然我在談之前 要特別提醒在座各位 想要說 我談完之後你會發現 你互母的寫信 互母的寫信 互母的寫信 不要太緊張 知道嗎 可能簡陵錯誤 知道嗎 因為我們當年 那兩個人 那天很可惜 他不好發達 可能有錯誤 可能有錯誤 有經驗 有經驗 有客誤 大家有笑 你知道嗎 所以 贊助各位 他是有批可行的 當然更準 大家用低音韻 再搭配上去 可不可以 趕快跳一下 趕快跳一下 剛才提到AV型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打得很謙虛 你到底是什麼形象 另外一半是什麼形象 好 Ocean的特質 我們就直接進入特質的部分 Ocean的特質就是什麼特質 集體主動 所以我剛才提過說 為什麼火象在做一個搭到OV型 它有加值的效果 因為它們都在積極主動的個性 行動力比較強 爆發力也會更強 所以剛才有一個建議告訴我 希望找到一個O型 然後火象的做人 因為能夠擴展主持 因為它們格局都很大 很大 我覺得很棒 再 護人行為 護人行為 那自我主張 自我意識是很強 有時候你會覺得 哇 他怎麼會有什麼想法 那表現出色 他在一個團隊之中 很容易拖一毛出 因為他風頭很健 健康的健 就是這樣健康 對 強調 就是說他很容易 就是這樣才感受到他存在 存在 那他的落實的部分 就是浩大喜功 這個都一體的兩面 有時候因為他強出頭 所以讓人家會覺得 是有種感受 那多管閒事 因為熱心 熱心 那當然折善固執 或許呢 有時候很固執 固執 独性堅強 因為心大的關係 那所以啊 其實你帶到他們的同仁 有機會 其實可以跟他做活動 跟他做 打賭啦 較量 較量 對對打嘛 對對打 不是打起來好 就是互相競賽 互相競賽 他們有什麼特質 那當然 競賽當然就有輸贏 可以獎勵一下 是一差太是怎麼樣 都可以 第二個呢 算來歐型的人 在銷售的時候 要注意個幾點 第一點 行歐勒 各位歐型的人 在行歐勒 在他們表現上 在他們臉形上 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當然你要隨時 要注意一下 他一定不高興的 你還跟他吸鼻笑臉 那就不對了 要避免真實 因為主觀意識很強 所以他認為是對的 但往往不是對的 對不對 因為角度立場不同 但是你不要跟他 真的面臉和兒子 你中了你真贏的 他依然不會被人來保險 當然下不了台 所以注意 適緩則願 適合在做溝通 當然你不是賀悉你 不對你 附和他 對你對 不是的 適合在做溝通 很重要 帶到這種同理 你要注意到 那當然據時以保 就是說時時在通 那時時讚美 時時讚美 也很重要 不斷地給你讚美 火象星座跟歐型的很像 那當然 爭眼的時候 要注意的幾點 就是你要爭眼歐型的 你要注意 第一個 他也有疫情故作 因為人家很貼貼 歐型 歐型跟火象星座一樣 因為跌了一輩 不會有一點點輩 但你滑身在我身上 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在正念他 一樣 你不一定要強迫他來 強迫他來 強迫他來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可以鼓勵引導 那還有呢 有情有益 他是一個有情有益的個性 所以當然可以從這方面 你在正念的過程中 我們認識那麼久 我在這邊也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的心得 在這邊覺得有發展 可以讓他來做 那還有競爭比較 可以跟他做個比較 現在的你 跟現在的我的差別在哪裡 當然你一定要比他優秀了 不然就比下去了 那為了發展在哪裡 可以讓他知道 知道 放大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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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覺得說 這年來 你不是光是來做保險而已 我們希望能夠共創事業 那福福人群 這樣很重要 很重要